首先,果酸是天然食物提出的酸出來,造成果酸,比較天然,而且不含任何化學成分 現在市面上的果酸大概有37種 另外,古埃及人會用牛奶洗澡 因為牛奶裡面有大量的乳酸,可以令皮膚更白又滑 果酸就在1974年,由一個美籍史考特博士發現果酸對皮膚可以抗皺、亂敷、改善黑頭 還可以改善皮膚乾燥的現象 那麼多的國家,在美國來說,最多有不同種類的果酸和濃度的果酸產品給大家選擇 不同類的果酸有不同的作用 例如,Madenic Acid,即是杏仁酸 比較多人認識的品牌就是Dr. Wu的杏仁酸 它的功效可以溫和去角質,令細胞更新 如果是Citric Acid,就是在檸檬和橙抽出的果酸 它跟杏仁酸一樣,可以溫和去角質,令細胞更新 另外,Tartaric Acid,就是在葡萄和福盆子抽出的果酸 可以去角質、保濕、抗自由基 Dominic Acid,就是在蘋果抽出的果酸 它可以去角質、保濕、抗自由基 還可以美化 Natic Acid,牛奶酸或魚酸 它是在牛奶抽出的 它可以滋潤、保濕、修復、舒緩、去角質 到了Colic Acid,即是在柑橙抽出的 它是比較強的一種果酸 可以去角質和修復肌膚在身 如果大家選擇果酸產品的時候 最好選擇裡面有多種不同水果或成分的果酸 在裡面,就有多種不同的功效 果酸我會比喻為一些清潔刷 Dominic Acid,可以清潔毛孔最底層的污垢 但表面那層就要靠其他不同類型 例如檸檬酸、乳酸或杏仁酸去清潔 另外,我之前介紹的Hinonia的身體果酸 適合油性和混合性皮膚 或者你自己本身用了很久的果酸產品 我自己用果酸產品都有10年了 我的皮膚是混合性皮膚 T字位比較多油 適合用一些強力的果酸 我正在用Hinonia的身體果酸 但如果第一次用果酸 皮膚比較容易敏感 或者皮膚屬於乾性的朋友 我建議他用Hinonia的面部果酸 第一,果酸濃度會比較低 因為他加入了不同類型的保濕成分 例如加重了透明質酸 Liposum 還有有機奴匯 就可以減輕果酸對皮膚刺激的情況出現 很多客人有濕疹 甚至皮膚很容易敏感 用完這隻面部果酸 都沒有出現一些紅紅、種種 或者刺痛的感覺 這隻就比身體果酸溫和很多了 這隻Hinonia的面部果酸成分 有 裡面的果酸成分也有很多 有 甘蔗 檸檬 橙 蘋果 提子 牛奶 保濕 保濕方面 加多了透明質酸 在這隻面部果酸 還有他加入了有機奴匯 還有Liposum Liposum 就是高斯王牌的保濕精華液 紫色瓶那隻 相對上這隻果酸就不會太刺激了 抗氧化方面 他加入了南瓜籽 如果第一次用果酸的朋友 我會建議一個星期用一兩次 等皮膚適應之後 你就慢慢加上廁所 近來有很多朋友問我 用完果酸會不會生暗瘡 因為果酸可以清潔毛孔多餘的油脂 減少暗瘡的形成 如果你用的護膚產品比較油膩 經常化妝 又或者你本身的毛孔 不是那麼乾淨的話 是有機會用完果酸之後 是會生暗瘡的 那就是要看你的膚質而定 那給我來說 就真的沒有這個情況出現了 這個時候你繼續用果酸 一個星期左右 那些暗瘡就會自然丟脊 而且你會發現 生暗瘡的機會就越來越少了 清除了毛孔多餘的油脂 那你的毛孔就會收細了很多 從而可以改善粗大的毛孔 可能有機會回復 像baby mask的皮膚那麼幼嫩 那這隻面目果酸護理 就沒有任何防腐劑 酒精 香味 丙耳神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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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